要拜託大家 只要團結一定能贏 如果分裂選票 就是保送國民黨 民進黨立委高嘉瑜 特地公開黨主席賴清德 表態要全力支持自己的錄音黨 跟同選區對手吳辛黛 互別苗頭 嘴巴上說是站在台灣這一邊 可是他的所作所為 都是在分裂綠營 分裂台灣 都是在保送國民黨 在背刺賴清德 先跟所有綠營的支持者說 我想內心裡頭 可能對嘉瑜還有一些情緒的存在 他在國會的這個表決過程當中 不曾有一次跑票 找來立院好朋友 立委郭國文 蔡逸於幫忙讚蝦 但幾乎同一時間 吳辛黛也開記者會 炮口瞄準立委馬文君 直指他就是中國派來的木馬 披著監督假外衣 暗藏中國圖成績 他開了記者會 卻是在挽救自己的選情 我相信有眼睛的民眾 都可以看得出來 誰才是真正捍衛台灣 本土主權的一個人 質疑當全台灣關注 錢建線密及林北好遊事件時 高嘉瑜仍在拚選舉 吳辛黛更諷刺 特地公布錄音檔 反而是欲蓋迷彰 謊言講一百遍 也不會變成真的 他為什麼要特地開記者會 就是因為沒有人相信 他是民進黨推薦的候選人 賴富就沒有幫吳辛黛錄音 那吳辛黛再怎麼用 各種方式去嘲諷 都沒有辦法去說服大家 為什麼他不接受整合式民調 高嘉瑜祭出賴清德錄音 喊話選民歸隊 吳辛黛則抓緊時事猛攻 港湖雙書持續對槓 誰也不肯退讓 三立新聞黃陳柏林君 H小組都會報道